SUV 车型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你要找家庭车?SUV 你要大空间?SUV 你要更好的视野?SUV 你要在梅子上山盖一杯看星星? S... Jayden 你写什么稿啊? 只不过买一辆SUV 在保养上面会不会比普通车还要贵呢? 今天我们就选了市场上最多人看 在价格上也是最容易入手的C3 SUV 那就是 Proton X70 我们来试试看这辆C3 SUV 所以它保养起来要多少钱? 在普通保养的部分 根据 Proton 在官网所列出的资料 他们会为这一具1.8L的PGDI涡轮增压引擎 准备4L加1L的引擎油 也就是5L的黑油 价格方面加买Oilfilter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列表 同时这个Airfilter的价格为$55.18 这个Airfilter是每2万公里换一次 同样每2万公里换一次的 还有火星塞是蛮特别的 不过幸好这个火星塞的价格 不会贵是$112.32 所以2万公里换一次也还OK 那还有一个东西也是2万公里换一次的 是Fillfilter 这个Fillfilter它的售价为$17.93 而根据原厂所列出的 Service Schedule 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每一次的一个普通保养的价格 大概都是在300-400多左右 还有什么? 嗯...牙油 那在这个变速箱油的部分 X70就有分成CBU和CKD版本 CBU版本它采用的是六速自排 所以采用的是一个ATF油 这个ATF油它的容量为8L 那原厂是建议在6万公里 或者是每3年换一次 因为8公升的关系 所以这个价格方面 就会稍微比较高了一点 至于这个X70 CKD版本呢 因为它采用的是7速的 4.4双离合变速箱 所以自然是采用DCTU 那这个DCTU容量为4公升 也因此 售价方面会比较低一点 而且原厂建议 只有在9万公里 或者是4年半 才需要更换一次 价格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列表 它的售价为$353.04 便宜了很多 不过咧 现在售买的这个CKD版本 它采用双离合变速箱 也就是说 太多了一样消耗品 那就是Clutch 也就是离合器了 不过咧 在我们询问了原厂过后 而他们也表示在这5年期间 这个变速箱是不需要更换任何的周边部件的 也就是讲这个变速箱 其实除了牙游以外 没有任何的零件是需要更换的 如果你真的是随随 这个Clutch Pack 花了的话 他们也表示 其实在这个5年里面 你是可以回原厂 免费更换的 Claim Warranty 那5年之后 这个Clutch Pack 完了的话 换掉多少钱呢 我们在询问原厂过后 他们其实也给不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而且因为这个变速箱还很新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上网努力找了资料过后 其实也真正找不到这个Clutch Pack 真正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钱 Anyway 我相信这个Clutch Pack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要换的话 应该会破千 那讲完这个变速箱 接下来就讲一讲刹车片 其实X70的刹车片并不会太贵啦 根据我们在外面问到的价钱 前方的这个刹车片呢 价格大概是介于 100多到300多一对 所以后方呢 则是100多到200多之间 主要是看你选择什么品牌 什么材质 还有什么种类的这个刹车片 接下来这个就是重点了 轮胎 我们都知道这个X70 是有四种车型啦 那总共是有三个种类 就是分别是Standard Executive 还有Premium 那我先讲这个 Standard的车型 它采用的是一个 17寸的轮圈 轮胎指数方面呢 是225 65 在这里我也列出几个 市场上比较主流的 一个轮胎品牌 以及轮胎款式 售价方面呢 是介于400多至500尾 大概接近600啦 这个价钱是一条哦 朋友们 至于Executive车型 它采用的是一个 18寸的轮圈 轮胎指数方面是225 60 同样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方面这个列表 不同的这个 轮胎品牌以及款式 价格方面也会有所不同 18寸的这个轮胎呢 它的这个价格 大概是在500多起跳 最贵的大概是介于 800到900之间啊 同样的也是一条 所以 SUV轮胎可是不好养的哦 不过最贵的 自然是顶级的这个 Premium 版本了 Premium 版本 它采用19寸的轮圈 它的轮胎指数为 225 55 19 这一个啊 19寸的轮胎 可就不简单了哦 那根据我们这个列表 就可以看到 最便宜的都要 大概是600多左右 而最贵的是这个 Mitchellin PS4 19寸的SUV 轮胎有PS4 开玩笑 这个 PS4的价格为 1148 令吉 哇 一条而已哦 四条的话多少钱 你自己算算看啊 如果你还在偏地啊 你还在偏地啊 可以 选那个Link 最后最后 我要讲的是这个 X70 比较需要 经常更换的东西 那就是 Car Battery 3 电池了 根据我们在这个 X70 车友群里面 这个车主的 Feedback 他们平均都是要 一年左右 就要换一次电池了 我们相信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辆车就算熄火了 它的这个GKUI主机 还是在背后 继续操作 也因此 有车主就有试过了 连去几天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他们就stop不到车了 这方面呢 你要享受科技 就要付出一点代价啦 据我们了解 这个X70 它所使用的是 DIN 66 的续电池 那价钱我们就在这里列出来了 大概是在三四百块左右 当然也是看你选什么牌子 还有什么电量啊 你要耐久一点的话 就选电量大一点咯 但是价格就贵一点咯 在这里我们也列出 这个X70 一个五年的平均保养成本 当然 有两个列表 因为有X70 CPU 和X70 CKD 的车型 计算方式呢 是根据原厂的 这个Service Schedule 也就是平均一年两万公里 的一个计算方式来进行的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X70 平均每年保养成本啦 以Normal Service 来讲是大概在一千块 以内的 不要算那个Major Service 还有换牙油的部分啦 当然这个成本也不包括那些消耗品 比如说这个刹车片啊 又或者是这个轮胎等等 那我发现了一点是这个 X70 CPU 在这五年下来的这个 保养成本呢 其实是稍微比这个CKD 还要高一些的 不过这个保养成本 以同级来讲啦 算是中规中矩而已 就不知道这里有没有X70的车主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仰车经历 想要接受我们的访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想要买这个X70的朋友们呢 想要知道什么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回答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点击那个小铃铛 那有新的影片的话 他就会通知你了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